深夜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人显示 是我老公 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 我会在凌晨两点死亡 可他现在 分明就躺在我旁边 睡得正香 01 我扭头看向了一旁 发出均匀呼吸声的路合 他闭着眼睛 正在熟睡 他的手机 也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充电 可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的确是路合的声音 就连来电显示 也是路合的号码 小诺 他的声音听起来 激动又震惊 还带着一丝哽咽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紧接着 我听到手机里 传来了路合急促的呼吸声 小诺 你那边是几点 我再次扭头 确认躺在我身边的 确实是路合 我虽然心里震惊的一批 但还是老实回答 十点 路合很明显地喘了一口气 还有时间 小诺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惊讶 但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一定要听好了 我这里的时间是一周后 我刚好参加完你的葬礼 你会在凌晨两点死去 也就是四个小时之后 死音是 路合的语气停顿了一下 这实在太离谱了 我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电话 或许有人录下了路合的声音 又用 AI提取伪造了一段 但当我拿起路合的手机的时候 一股寒意 从我尾椎骨生起 路合的手机上显示 正在通话中 而通话的对象 是我 这的确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电话 我很快冷静了下来 你的死因 是高空坠落 警察调查的结果 是你失足从三楼摔下 因为你是头着地的 所以直接造成了你的死 但是 我不相信你是失足死的 现在的我 恐怕已经睡着了吧 小诺 请你 马上把我叫醒 并且让我保持清醒 不要睡着 因为我迷迷糊糊听到了 你和许青的争吵声 然后就是 你从楼上坠落发出的巨像 我怀疑 是许青杀死了你 这一次 我绝对要保护好你 许青是我的闺蜜 今天早晨 路合 以及许青 来到了这幢 位于深山上的别墅 这幢别墅 是路合父母出国前购置的 他们很少回国 要是一直放在路合这里 我们三人 经常会来别墅里露天烧烤 本来我们 预计在傍晚下山 但不料突然遇到暴雨 山体发生滑坡 只能在别墅上过一夜 巨大的信息量 让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我还想询问路合 电话却突兀地挂断了 我看到手机上 显示出了一行字 通话次数 五 通话时间刚好 是一分钟 难道这个数字 代表的是我能和未来的路合 通话的次数 可我却很难相信 许青会杀了我 因为我和许青从大学认识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我们关系好的 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 但我还是决定 叫醒路路合 路合 快醒醒 但路合不知为何 睡得非常的沉 不管我怎么拍打他 他就是睡得很死 这不太像是正常的睡眠 路合的患有轻度的焦虑症 他非常的浅眠 只要一点动静 他就可以醒来 我突然想起 晚上路合曾喝下了 许青递来的一瓶矿泉水 难道这个水里 被许青加了什么动线 我心里一沉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下一秒 许青的声音响起 小诺 你睡了吗 如果可以出来陪我聊聊天吗 她的声音和往常的相比 有些沉闷 像是捂着嘴巴说话一样 林儿 此时 窗外闪过一道惊雷 逗大的雨点撞在玻璃上 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 凭住呼吸 不敢出声 但我突然意识到 房间的门没有锁 我深呼吸一口气 光着脚踩在了地上 虽然我已经以最小的动静 来到了门前 但没想到 许青的耳朵竟然如此敏锐 我听见声音了 小诺 你还没有睡对吗 我颤抖着咬住嘴唇 许青又说道 我已经听见你的脚步声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说话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准备将门锁上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门根本就不能反锁 我很担心你 我可以进来吗 许青的声音带着忧虑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我意识到 如果我再不出声的话 许青绝对会开门进来 我平稳了一下呼吸 说道 小青 我刚醒上了一个厕所 我今天有点累 我们明天再聊吧 门外陷入了一阵凉久的沉默 最后 我听到许青说了一个好 我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 我的手机再次响了 来电显示 是许青的名字 我皱起眉头 还是接起了电话 小诺 是小诺吗 许青的声音 显得惊喜又难以置信 是我 我不明白许青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但下一秒 手机那头传来了 他激动的嚎啕大哭的声音 这些天 我像个疯子一样 拨了无数次你的号码 别人都说 我疯了 但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 我心里生起一个 难以置信的念头 很快 许青接下来的话 验证了我的猜测 小诺 我现在说的话 你可能会不相信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 再过四个小时 你会死 我现在所在的时间 是一周后 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 你从别墅的三楼掉落 后脑着地死亡 警方判定 你是士族掉落 可我根本不相信 因为早上我们上山前 我偷听到了 陆和在打电话 他给你买了一份巨额意外保险 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 小诺 那天晚上 我一直想要和你说这件事情 但你却并没有给我机会 或许这次通话 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小诺 请马上离开房间 去找我 我会保护你 许青急促地说道 此刻 通话戛然而止 我的手机上 再次显示出了 通话时长为一分钟 剩余通话次数 四 我握住手机的 手不住地颤抖着 难道刚刚许青 想要找我聊天 就是要告诉我 陆和买保险的事情 我转过头 却发现 陆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他睁着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我 03 一瞬间 我心底生起一股 毛骨悚然的感觉 陆和 你醒了 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 我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陆和歪着脑袋看着我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脑袋沉得厉害 他看着我 欲言又止地说道 小诺 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不对劲 我怀疑是我晚上喝的那瓶 谁有问题 我回想起 晚上许清给我们递水的时候 一瓶是常温的 一瓶是冰的 陆和知道我不爱喝冰水的习惯 所以他肯定会选择 那瓶冰的矿泉水 难道许清利用了我们的习惯 让陆和喝下了那瓶有问题的水 小诺 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 许清似乎有问题 但是你和他的关系太好了 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 你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陆和从手机里找出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我们三个月前订婚时候的录像视频 视频里 我和陆和在众人的祝福下 露出羞涩的微笑 此时 镜头扫过了许清的脸 他露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 许清像是在微笑 但他的眼睛却刻意地睁得极大 死死地看着我们 老实说 我被许清的这个样子给吓到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 他在我心目中的样子 就是一个大大咧咧 心思单纯的女孩子 那天看完视频 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 就去找了以前我们三人在一块的一些照片 看完陆和手机的这些照片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每一张照片上 许清的表情都相当的瘆人 他皮笑若不笑地盯着我 笑容夸张又刻意 之后 我去调查了许清的一些过往 你还记得 他曾经告诉过你 他高中曾经被室友霸凌吗 我点了点头 许清的确说过这件事情 他高中被室友集体霸凌 后来就转学了 为此 我曾经很心疼他 陆和深呼吸一口气 他给我看了一张新闻截图 2013年3月1日 建设中学405寝室 发生意外失火 寝室那三人全部死亡 唯有一位学生因 晚归未回宿舍 幸存了下来 建设中学就是许清以前读的学校 我心脏砰砰直跳起来 这件事情 许清从来就没有告诉过 我联系上了许清的高中同学 他告诉我 当年那场火灾 警方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 但是没有找到证据 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 而且许清从没有被霸凌过 相反 他和寝室里其中一个女孩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自从高二开始 他们的关系就不如之前 准确来说 是许清班上所有人 都变得有点害怕他 为什么 我疑惑地问道 陆和的鼻尖 冒出了微微的汗珠 高一的时候 许清被绑架过 他被绑架之前 性格是非常安静内向的 但是自从被绑架后 他的性格就截然大变 变得十分外向 许清同学说 他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奇怪 甚至连饮食习惯 都和之前不一样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陆和 我找到了当时许清被绑架时的新闻 我看到陆和手机上 当时被捕的绑架犯的照片 那是一个长相非常凶恶的女人 但令我最为恐惧的是 照片上的女人 是笑着的 而且她的笑起来的神态 和我之前看到的许清的笑 非常的相似 陆和看着我 说出了一句 让我胆战心惊的话 小诺 你觉得 当时回来的是真正的许清吗 零四 我被陆和的话 吓得寒毛怂起 我回想起这些年 和许清相处的点点滴滴 许清性格像的男孩子 但是对我一直都很照顾 我还记得大学有一回 我食物中毒 上吐下泻 衣服裤子上 全粘上了呕吐物 狼狈的要命 是许清彻夜照顾我 一点点给我擦去身上的呕吐物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 要跟许清做一辈子的朋友 可我却突然发现 我根本不了解许清的过往 他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 他高中发生的失火案 和被绑架的事情 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我低头一看 是许清的电话 不 准确来说 是来自一周后的许清 我看了眼陆和 我去上厕所 我迅速走到房间内的厕所 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 还是许清带着哭腔的声音 怎么之前电话这么快就断了 我还有好多话 都没有说完 打了好久才打通 小诺 我要告诉你 一件关于陆和很重要的事情 你死后 我一直在请人调查陆和 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陆和的哥哥 从小性格就十分怪异 十二岁了依旧尿床 喜欢虐杀动物 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 这是典型的杀人犯钳制 陆和十四岁那年 他的哥哥将同学打致重伤 赔了不少钱 就在他哥要去哨馆所的前一晚 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 陆和的哥哥 在火灾里直接死亡 小诺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陆和要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 你说当年在火灾里 死去的那个人 会不会是真正的陆和 我的心脏猛的一紧 双胞胎一般来都长得极为相似 如果当年活下来的不是陆和 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呢 为了逃脱去哨馆所 陆和的哥哥便以陆和的身份活了下来 我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 许清和陆和说的话 到底谁是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小诺 你没事吧 我听你似乎在里面和谁说话 陆和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连忙平稳呼吸 我没事 不然 电话里的许清压低声音 恐惧地说道 小诺 你的死因变了 你的死因从高处坠落 变成了心脏破裂 你是被刀筒死的 我的心脏狂跳 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 趴在了地上 透过门缝 我看见了陆和的脚 还有他手上握着的 极其锋利的刀 这时 手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一分钟的通话时间到了 剩余通话次数 三 门把手指呀 缓缓扭动了起来 我惊恐地后退 下一刻 门开了 陆和站在门口 手里握着的尖刀 发出刺眼的反光 他对我微微一笑 表情灰暗地看着我 零五 我往后退了两步 后背抵在了洗手台上 警惕地看着陆和 小诺 许青可能是个非常危险的人 我们需要防身的武器 他把刀递给了我 我拿过刀 用力地握在了手里 陆和 你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陆和的表情 出现了一瞬间的改变 他眼神闪烁了两下 小诺 是谁告诉你的 我的心沉了下来 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 陆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我总觉得 他像是在观察我的反应 沉默两久后 陆和轻轻叹了一口 小诺 一直以来 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情 他是我的一道伤疤 我的哥哥 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疯子 他曾经做出很多疯狂残忍的事情 可是火灾发生的那一晚 他却救了我 把我保护在身下 而他自己 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我一直很讨厌 很害怕这个哥哥 可到头来 用生命救了我的 也是他 所以 小诺 我不愿意和你提起这段往事 陆和表情沉重地说道 那你替我买保险的事情 为什么也不告诉我 我紧紧盯着陆和的眼睛 他的脸上出现一丝惊讶 随后无奈地说道 是许青告诉你的吧 我有一个关系很要好的学弟 之前你也见过的 就那个看起来傻乎乎的 他最近转行卖保险了 我想着帮他一下 就在他那里买了两份保险 我不仅给你买了 给我自己也买了一份 他给我看了他和学弟的聊天记录 确实 陆和给自己也买了一份 我心里迷惑了起来 我和陆和在一起两年 他对我的好 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 我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一般 是陆和和许青填补了这个空缺 我开始产生怀疑 对我这么好的这两个人 真的会是杀害我的凶手吗 如果我真的是一不小心士卒摔下楼的呢 只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已 这时 陆和抓住了我的手 小诺 许青一直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很虚弱 那瓶水一定有问题 当年的那场绑架案 我特地问了我当警察的同学 当时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现场只剩下许青一个人 那个绑架许青的女人 已经不见了 警察问了许青很多问题 但是许青都答不上来 包括那个女人的下落 甚至许青连自己的父母 都忘记了 她像是失忆了一样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你不觉得奇怪吗 她笑起来的神情 真的很像那个消失的绑架犯 而且 许青除了年龄之外 身高和体型 都和那个绑架犯 都十分相近 陆和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的后背渗出了冷汗 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是未来的陆和的电话 我看了眼陆和 还是当着他的面 接起了电话 小诺 我终于又打通电话了 现在是十点半 再过几秒钟 楼下会发出一声巨响 我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会独自一个人下楼查看 你千万不要让我下楼 一定要让我待在你身边 突然 通话戛然而止 但这一次 才仅仅只有三十秒 而且 是陆和主动挂断的 像是那边突然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样 通话次数 二 就在这时 楼下发出一声巨响 像是有什么重物 掉在了地上 陆和皱了皱眉头 小诺 我去看看 我脱口而出 别去 但是已经晚了 陆和还是跑了出去 我一紧张 手机掉在了地上 我弯腰捡了起来 但手机的界面 却是拍摄界面 想来应该是刚刚掉下去的时候 不小心悟出了拍照件 突然 我发现相册里多了一张照片 拍摄时间就在前几秒 我颤抖着点开了这张照片 照片十分模糊 但还是能看出 床底下躲着一个人 是许青 她的脸在黑暗中十分的模糊 但我依然能看出她的眼睛 正死死的看着我 许青 现在就藏在床底 06 刚刚我和陆和都在厕所 却没注意到 是不是有人偷偷溜了进来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未来的陆和 让我一定不能让现在的他离开 我喉咙干涩异常 手用力地捏紧了刀 我看见你了 许青 我嘶哑地说道 许青从床底爬了出来 他脸上的神情 显得十分紧张 我刚刚趁着 你们不注意 偷偷躲在了这里 楼下的声音也是我弄的 是我故意放了一部手机在那里 位地就是引开陆和 小诺 陆和跟你说的那些 确实是真的 我的确在高一的时候被绑架过 绑架我的那个女人 是个精神病患者 我被她囚禁了三天 这三天 她对我各种折磨 逼我吃蟑螂 吃她的排泄物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她折磨我 然后又抱着我 用那恶臭的嘴亲我 说爱我 许青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受到的刺激太大 导致我被救出来的时候 失去了记忆 我真的想不起来 那个女人的去向了 但每一个都在逼问我 他们问我那个女人 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我故意隐瞒了 我真的很痛苦 恢复记忆之后 我努力变得开朗 变得大大烈烈 就是想要忘记那三天的经历 想忘掉那个充满 恶臭味的房间 可是我错了 我忘不掉 我怎么都忘不掉 大家也渐渐疏远了我 之后我的寝室 突然意外失火 当天我没有回来 是因为我去看心理医生了 对不起小莫 我没有把这些告诉你 而是谎称 自己被霸凌了 是因为我好害怕 你会离开我 那段肮脏的经历 是我最自卑的回忆 我不想你知道 一点都不想 许青泪流满面地说道 听到这 我有些动容 此时 陆河上楼的脚步声响起 许青以极快的速度 闪进了厕所 锁上了门 她脸色的神情 十分严肃和紧张 小莫 我看人的感觉向来很准 从我第一眼 见到陆河的时候 我就在她的身上 闻到了一种味道 许青露出了厌恶的神情 和当年绑架我的 那个女人一样 她们身上充满了 腐烂的味道 那是灵魂里的恶臭味道 于是我开始 私下里调查陆河 还真的被我调查到 一些有用的信息 陆河还有个反社会人格的双胞胎哥哥 对吗 我看着许青 说道 许青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小诺 你竟然都知道了 难道你也调查过陆河 他朝我走进了两步 我怀疑真正的陆河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 是那个反社会的变态 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证据 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 小诺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许青信誓旦旦地说道 这时 门外 响起了敲门声 小诺 怎么把门锁上了 是陆河的声音 许青对我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他用眼神示意我 去打开一旁的窗户 我打开了窗户 冰冷的雨滴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看到一个梯子 出现在窗口 我们要离开这里 待在这里 只会让陆河有机会对我们下手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梯子 你先下去小诺 许青语气急促地说道 突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是未来的陆河 我还是选择接起了电话 小诺 你现在没有和我在一起吗 你的死亡时间提前了 而且就在五分钟之后 你的死亡地点也改变了 你是从厕所窗户摔出去的 马上 离开厕所 你没有和许青在一块吧 我已经找到了 他不是真正许青的证据 小诺 刚刚我的警察同学告诉我 真正许青的尸体 找到了 已经是一副骨架了 他的死亡时间 正是在他被绑架走的第三天 现在在你面前的 不是许青 是披着许青脸皮的 那个绑架犯 如果你现在和许青在一起 请你一定要杀死他 用上我给你的那把刀 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绑架犯 他本来就有意图要杀了你 杀死他 只不过是正当防卫 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 小诺 一定要活下来 通话再次中断了 通话次数 一 小诺 快点开门 门外的陆河 焦急万分地喊道 门把手摇晃得十分剧烈 零七 许青着急地看着我 小诺 你还愣着做什么 你先下来 这门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 小青 你为什么不先下去呢 我缓缓说道 许青愣了愣 陆河的目标是你 小诺 你的安危才是最紧急的 他的眼神充满了对我的担忧 而这时 我的手机再次响了 我知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通话机会了 我接起了电话 是许青的电话 小诺 我已经查到了 陆河不是本人的证据了 我朋友的妈妈 是一家医院的医生 陆河和她的更新 这些哥哥都是她妈妈接生的 我拜托她 给我看了当年的双胞胎照片 他们的确长得非常相似 但是唯一有区别的地方 就是陆河的哥哥后背 有一块黑色的胎记 但是陆河身上没有 小诺 你听好了 你的死亡时间提前了 五分钟后 你会死于房间里 千万不要打开厕所的门 不要让陆河进来 按照我说的去做 小诺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最后一通电话断了 通话次数 零 现在 只能由我自己来判断 到底谁是那个杀死我的人了 我盯着许青的脸 却想起了很多 大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失恋 许青抱着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的我 说有我呢 我生病的时候 每次都是许青背着我 狂奔向医务室 此刻 我心里 有了自己的判断 不 准确来说 是我反击的时刻到了 零八死亡前的六小时 时间倒转回晚上八点 在接到陆河的电话前 其实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宋诺 我是未来六个小时候的你 我们只有一分钟通话的时间 所以 你不必说话 听我说 你会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被陆河从楼上推了下来 你流了很多血 但这时候 你并没有死 你看到陆河朝你走来 他惊慌失措地蹲在你的旁边 你哀求他救救你 你听到陆河说 小梦 对不起 本来想要和你结婚 生下一个孩子的 但是那个一直盯着我的老警察 似乎发现了我的身份 我需要一笔钱 去国外过一辈子 他抱着你走到了三楼 微笑着 把你再次扔了下来 警方刚开始断定 你的死因是失足衰落 但是他们很快 从你的手上 发现了一枚紧拽着的扣子 你是个很聪明的姑娘 陆河没有去看你手里 抓着的那个扭扣 这就是你给警察留下的线索 我猜你现在 应该非常震惊 为什么未来的你 明明已经死了 还能给你打电话吧 其实我也非常惊讶 因为现在的我 回到了被陆河推下来的一分钟前 虽然我不知道 陆河为什么要躲避警察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活下去 电话断了 我心里泛起了滔天骇浪 但我以最快的速度 接受了这件事情 我看着客厅里 正在看电视的陆河 转身走进了厨房 我有中度的抑郁症加失眠 之前通过了一些关系 拿到了一些 能快速入睡的药 我把这些药 加入了放在冰箱里的矿泉水中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 坐到陆河身边 我看着他的侧脸 心里陷入了怀疑 陆河对我的好 我都历历在目 可是未来的我 根本没有必要骗我 于是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必须要先下守卫墙 才能保护好我自己 现在的陆河和许青 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我没有报警的理由 药效很快就生效了 陆河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也躺在他的身边 但我的手 一直捏紧了口袋里的小刀 我知道 我一刻都不能放松 必要时刻 我会割开陆河的喉咙 我睁着双眼 盯着天花板 眼睛却异常酸涩 我的原生家庭很差劲 我的父亲 是个是赌如命的酒鬼 而我的母亲非常的懦弱 懦弱到每一次 父亲打我的时候 母亲只能躲在房间里 不敢出来 她从来不会站出来 去保护我这个女儿 我只能自己一边舔势伤口 一边学着强大 父亲最后一次打我的时候 我反抗了 他没想到我会反抗 一时没有防备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锋利的刀片 插入了他的脑袋 但是他到死都不会想到 这个刀片 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 我转过头 看着陆河熟睡着的安详的脸 眼里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 为什么 你要背叛我呢 九点三十分 陆河的手机响了 我感觉到 他睁开了双眼 我咬住了嘴唇 我感觉到陆河看了我一眼 我装出熟睡的样子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陆河接起了电话 但他却没有说话 很快 陆河若无其事地挂断了电话 躺在我身边睡着了 但他不知道 此刻的我爬了起来 拿起了他的手机 手机上有一个一分钟的通话记录 但当我看到来电人的时候 瞳孔骤然缩紧 来电人显示 这是陆河的号码 一通自己打给自己的电话 陆河或许从来就不知道 我在他的手机里 安装了一个秘密录音软件 他的每一通电话 都会被自动录音到这个软件里 我打开了这个软件 将音量调到最低 颤抖着放到了耳边 陆河 我是未来一周后的你 请不要惊讶 听我说 你现在正在逃亡 躲避警察的追捕 你没有钱 过得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狼狈 小时候的你很聪明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你趴在了昏迷的弟弟的身下 所以 你才能从火灾里幸存下来 你一直知道 父母更加偏爱于你 为了不去哨馆所 你和死去的陆河互换了身份 代替陆河活了下去 甚至连现在 你都想不起原来自己的名字了 只可惜当年负责你这个案件的警察 像条狗一样死死地盯着你 所以我知道你 必须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知道 你今晚已经做好了向宋诺下手的准备 但是你 万万没有想到 当你推他下楼的时候 他拽掉了你的一颗钮扣 而这颗钮扣 就是 你被警方追捕的证据 现在 你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你可以完美地杀死宋诺 不留任何痕迹 但你必须也要除掉许青 他和那个警察一样 一直在怀疑你 咬住你不放 而且 他恐怕已经发现了什么 看看以前你们的合照 他都在死死地盯着你 但你不能亲自杀掉许青 最好的办法 就是借宋诺的手 除掉他 许青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曾经在高一的时候被绑架过 那次的经历 让他曾经短暂失忆 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巧合的是 他的寝室又刚好发生火灾 除了他无疑幸免 这是他拼命隐藏住的一个伤口 他怕宋诺讨厌曾经肮脏的自己 但你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宋诺怀疑他 一个掺杂了事实的谎言 永远比一个虚构的谎言 要真实太多 我一脸平静地 将陆河的手机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但我的手 却不住地在颤抖着 晚上十点 来自未来的陆河的电话响起 而我装作惊恐的样子 接听了电话 灵九 小青 我不想逃跑了 既然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人渣的真实身份 那我就要亲自把他送进监狱 我平静地看着许青 轻声说道 所以 我需要你配合我 下一刻 门发出一声巨响 轰然倒地 陆河踹开了门 小诺 我用刀抵住了许青的脖子 我非常用力 许青的脖子 出现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他呼吸急促了起来 我知道 陆河的疑心病非常的重 我必须要让他相信 我和许青已经反目成仇 陆河 我们要怎么处理他 报警吧 我带着沙哑的哭腔说道 但 我在观察陆河的反应 果然 他没有同意报警 他害怕警察 害怕被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份 不能报警 我们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现在的许青 是当年的绑架犯 小诺 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许青此刻完美发挥了他精湛的演技 他哭喊着 愤怒地尖叫着吼道 宋诺 你不能这么对我 他说的都是假的 闭嘴 我恶狠狠地说道 陆河似乎很享受我们的反应 如果不是我足够了解他 我就不会发现 此刻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变态的愉悦 他非常享受 看到我们自相残杀 杀了他 我不敢 杀人是犯罪啊 我颤抖着说道 陆河走到我身边 他握住了我拿刀的手 附在我耳边低语道 不要害怕 杀人很简单的 你闭上眼睛 我来就好 就这么轻轻一划 他兴奋到声音都在颤抖 真是一个变态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下一秒 陆河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因为那把横在许青脖子上的刀 此刻对准了他的胸口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杀人好像确实挺简单的 就这么轻轻一下 尖刀微微刺入了他的胸膛 我第一次看见 陆河的脸上露出了恐惧 他想要挣扎 可是许青死死地拽住了他的手臂 去死吧 变态 他凶狠地说道 体型天兽的陆河 根本挣脱不开 曾经是举重运动员的许青的束缚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狼狈 终于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阴狠地看着我们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呢 不可能 我明明伪装得很成功 除非 他像是意识到什么 不再说话 整个人衰败了下来 时 陆河被警察带走了 他真正的身份 也被揭露 原来他真正的名字叫做陆甲 一周后 我和许青为了庆祝节后余生 来到了一家酒店 小青 你有没有感觉 这家酒店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许青皱着眉头 也点了点头 确实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明明是第一次来这里啊 我耸了耸肩膀 管他呢 别想了 先去吃一顿 或许我 永远不会知道 如果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 这家酒店 正是一周后举行我葬礼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